有一些这个建案 它可能总价是千万左右 那你现场复订金 我就送你冷气机 然后送你电视机 同时现场的复订的房价 可以限定20万 那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说 他就会觉得 20万其实是有点赶的 但如果就是有摆过房子 但是对于总价房价来讲 我觉得还好 你关心的买卖房大小是 你该知道的法律和税务概念 都在无弹如聊好房 请锁定好房网YouTube频道 我们现场见 因为这一次打炒房条例 在还没有确定尘埃落定之前 还没有三毒通货之前 大家都说对预收不得了 对党凶 因为不能够换约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 政府宣示不溯及既往之后 好像影响也没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有最新的 预收物的调查 我们来看看 到底预收物现在的情况如何 好的 我们这次调查是针对 2022年的整年度 跟2021年的整年度 那这张表有点复杂 我说明一下 柱状的部分 蓝色跟黄色的柱状 它代表的是交易的建树 那蓝色的是2021年 黄色是2022年 就是去年整年度 我懂了 这个建树图片都是大幅萎缩嘛 是 那线条 线图的部分 折线图 折线图的部分 红色是2021年的 那蓝线是2022年 它是两年交叠在一起 那不是建树吗 那是总销金额 那是金额 总销金额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折线是价 柱状体是量 这样就知道了 那红色的折线是2021 绿色的折线是2022 蓝色的柱状是2021 黄色的柱状是2022 柱状是量 折线是价 那我们先简单收量 整年度的建树的部分 2022是衰退了16.3% 那总销金额比较低 只衰退了7.5% 这是整个年度的表现 从这区间看出来 其实最大量 在红色这条折线 在2021年 我们看到从下半年开始 6、7、8、9、10、11、12 它拉到了最高 量跟价都到了最高的 然后其实到了20… 那很热 对 2022年开始之后 就开始往下做修正 那一直到 一直到年底 整个限度是 到去年10、11、12 其实整个是年度最低 最低的状况 是在第四季的时候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价和量的角度来看 确实也有降温 蛮明显在降温 然后特别是量降温 比较明显 价可能还超微 撑在那个地方盘整 但是量的部分是降温的 不过这个价指的不是房价 观众朋友 这指的叫做 预收的总销金额 那总销金额不是房价 因为它关系到 它到底推出的量体有多少 如果它今天推的量很大 那这个总销金额当然就盘到 所以我从这个表 我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是 我们发现呢 我们来看 这个折线图的最后 虽然有稍微衰退 但它衰退幅度 没那么大 但你从量的角度来看 就是推按量的那个键数呢 它是大幅度衰退的 那如果我推的案子的量大幅度衰退 但我的总销金额它不是单价 总销金额其实衰退的很少 代表单价还在涨 没错 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象 因为下面那个是 建商推的建数嘛 我推多少案子 那上面的折线是 它推出的总销金额 那我推的建数少很多 就是说我今天苹果呢 本来卖一百个 我现在只卖三个 可是我卖的总价 却只有少一点点 那代表每颗苹果的单价是大涨 对因为其实建商现在还在撑啦 就像 所以中古屋有明显的价已经有降温 但是预售好像还 预售没有 预售 甚至还逆向 对预售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所有的成本都在往上走 那所以呢对建商来说 他们没有便宜卖的理由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就是说 其实建商知道现在很多的想要买房子的人 都在等房价跌 但是又为了 所以他更不能跌给他看 对 然后呢为了吸引这群人来 所以他们最近开始办活动 然后送小家店 以及呢在这个就是你付订金的时候 我就给你一些优惠 那这个优惠 当然每一家建商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简单来说 比如说像高雄 有些建商它的这个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建案 它可能总价是千万左右 那你现场付订金 我就送你冷气机 然后送你电视机 同时现场的 附订的房价可以限定二十万 那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说 他就会觉得二十万其实是有点赶的 但如果就是有百货房子 但是对于总价房价来讲 我觉得还好 对对 我们会觉得还好 可是对于那种第一次 买房子的首购族的人来说 就会觉得好像二十万有点诱因 那当然就说 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去议价等等 我觉得这个后续 可能要再去观察 操犯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